强谩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这十几天里 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个人出了问题的各种说法 流传于推特和油管的各大时政主播之间 在习近平从上河组织峰会中匆忙回国后 十几天的神隐消失 再到央视新闻联播中 政治局常委们集体参观展览 有关习近平遭软禁 大权旁落 或是完全与之相反的说法 弥漫整个互联网 就9月27日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 有不少时政分析认为 播出的参观展览场面十分诡异 没有解说员 没有更多的陪同人员 单干净净的七个常委 走在空荡荡的展览馆 像是为了破除某种谣言而匆忙摆拍的画面 也有人注意到 画面中的习近平状态不佳 脚步沉重 并联想到他在哈萨克下飞机前提时裂写的镜头 推测习本人身体状态不佳 遭遇政变软禁或以实锤 同时有分析指出 最奇怪的场面是 穿着兰加克衫的习总书记双腿立定 双手笔划着将观感 颇向一位讲解员 再给其他领导讲解展览内容 而其余常委中 各位都是一样的穿着 除了二号人物李克强穿着白衬衫 背着手看展 正写主席汪洋穿着野童李克强一样 不过没有背手 因此有人推测 从中共领导集体出行的一贯作风来看 从中央到地方 中共领导出场时 认什么样的衣服似乎是约定俗成的 几乎是统一的 以示团结 或者说以示服从 上级领导穿什么 下级领导就穿什么 哪个人跟随领导人的姿态 手放的位置 头高头低 都是相当有自律的官场行为 官最大的 昂首挺胸 官晓得低眉倾听 大领导举臂笔画 小领导或一只手压着一只手 或者两只手捶着 表示席耳恭听 忠诚忠信 自从习近平当上中共总书记 李克强当上总理 后者一直举止小心 从未越雷迟一步 今年两会闭幕时 他甚至说出了今年是我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勉为其难 习近平清零失败 尤其上海清零大失败 中国经济严重滑坡 李克强的姿态慢慢变了 国务院总理本来主管经济 但习近平剥夺了李克强的这一权利 清零失败 李克强有了收回主管经济大权的机会 4月起 他发动了一系列就经济动作 5月底甚至召开全国十万官员大会 自他担任总理以来从未有过 关于李克强突然奋勇地走向前台 还有另一种解说 他反正要结束任期了 没有什么可恋战胆 最后一搏 留下一点清明也好 9月27日 习近平带领中央常委官展的一幕 发生在最近出了一系列传言之后 比如传说胡锦涛 温家宝掌控中央警卫局 中南海发生政变 习近平遭软禁等等 疯传 传到了海内外 习近平周二带着常委们出面了 以参观的名义亮相 谣言不攻自破 习近平露面不露面 好像本来没那么神秘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 习归国后 遵守防疫规定 进行了隔离 隔离结束后 重新露面 习这是在做保养 给他自己制定的清零政策背书 清零 不光清到人民头上 也清到他自己的头上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 中央高层领导会遵守所谓的防疫隔离规定 这本身就是个天大的效果 尤其是习近平本人也要隔离 不管是出于遵守防疫规定的被动隔离 还是习本人主动要求隔离 都有点让人难以理解 前段时间 汪岐山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十国葬 她是现场唯一戴着口罩的贵宾 与环境格格不入 但有什么要紧 一些观察人士说 要紧的是 戴口罩是一种形式的 向习总书记表中 配合习总书记清明 哪怕远在万里之外 习对清明如此坚诚 这让不少人恐惧 有网友评论 没盼头了 不知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说到这里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种谣言会满天飞呢 这一段时间谣言传得很邪乎 从国内传到海外 从中文世界传到西语世界 一时间甚至上了推特热搜 也引起海外一些媒体的警觉 我不会对谣言发表评论 但是 如果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不顾十年来集中权力 和控制武装力量的努力 而被人民解放军赶下台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意外 一些熟悉中共政治的人 从一开始就对上述传言不以为然 有些人甚至尖锐批评 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式的 话没止渴 自欺欺人的幻觉 有些人在传 有些人在信 问题在于 谣言为什么传得如此耸人听闻 这当然与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密切关联 海外多数观察人士认为 习近平第三任大体不成问题 但是也有些观察者却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并不相信习近平被软禁 但认为习近平连任并未铁板钉钉 谣言狂传 意味着中共内斗激烈 二十大之前充满变数 一切皆有可能 至于哪种可能成真 要到中共二十大新常委们站在新闻记者面前 猜算尘埃落定 传言反映人心 当真就不必了 还有一些人举出中共历史上的政变例子 比如林彪外逃事件 毛追到会刚开完 其夫人将军和几位高级领导人被抓事件 华国锋悄然下台等等 都是突如其来 密而不宣 社会上之前却谣言四传 最后被证明出了大事 这是一个不透明的政权 什么都在不透明中发生 有时会发生的非常突然 在极权国家 谣言是存于人心深处的真相 是大众表达群体愿望的独特方式 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常规武器 在极权国家 谣言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事实 但比事实更逼近真实 他经不起推敲 但比真理令人信服 他漏洞百出 但大众深信不疑 在极权国家 谣言倒逼真相 谣言是另类事实 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距离中共二十大开幕还有半个多月 当局预示黑箱作业 外界预示试图摸探真相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 grape酒 咱们走开 ",敬刮